甲吞翅 昨天阿正不在 甲吞翅 簡單說是先學神針 昨晚我回到家的老婆 立刻跟我說 好吃嗎 我怎麼會不好吃 阿東說好吃 當然好吃 首先我要這麼說 她說我賣得便宜 其實我是賣得便宜的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上網看 一模一樣 因為就是那個師傅 她做給曼子娘收曼子娘三千八百八 曼子娘說 曼子娘說 不給你這麼多 我給封禮是你可能更多 我不知道 蘇絲王也有吃過這個東西 七十年代 她說那時候賺一千多二千元 不管了 幾個都要吃 現在香港有沒有呢 有 都說了 軒尼絲道有一間蝶蝶 預定一三八八 還是二八八 有位 我也認為是值得 因為當我知道那個工 老實說 現在那些人 真的沒有人在 也沒有製造 也沒有製造 我跟大家說 好吃 很好吃 是不是好吃到 這麼誇張呢 我也不知道怎麼為止 誇不誇張 但是只是那個工藝 你人一輩子一輩子都要嘗試 而且這次不是牙茄 或者勾刺 它是下一個青片 是更貴的刺 於是 它的青片 因為本身那些刺 釀入白甲道的時候 已經回了蜜藝膏湯 有些味 入到白甲道 就是這樣 白甲的鴿味 那個頂鴿 鴿味 下了刺 然後我們就劏開 然後 又把外面的高湯 回到 於是 你一擠進去 刺下去 高湯 刺沒有味 高湯味 一擠進去 咬下去 又有些鴿味 心裡又有些高湯味 其實最正式的吃法 其實應該是這樣吃的 各位朋友 先吃刺 後喝完湯 最後再吃鴿 鴿也好吃 雖然你說 當然不是燒乳鴿那麼香 但是因為 你用高湯這樣餵它 真的很冷靜 好了 正如我所說 我知道現在香港是面對一些困難 但是阿東說的 阿東終於改變了 是嗎 他說 在這個時勢 大家應該吃得就吃 穿得就穿 玩得就玩 當然了 他現在做私房菜 叫大家吃得就吃 他再不是說抗爭 好 真的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嘗試 你問我 你問我 你問我個人 你說我喜歡吃 紅燒豉還是多一點 可能我真的 我真的自己問自己 也可能我喜歡吃紅燒豉多一點 但是很難說 兩樣東西 他的高湯 其實就等於我們上次吃的四人翅的高湯 這樣 再高一點 再濃一點 再高一格 很棒 真的很棒 而且煮食又方便 我勸大家 我有個網友 一定訂二十個 這些真是聰明 因為 你當給我騙一次 那樣東西 其實都不是騙你的 你自己知道的 那些手工 讓完之後 要連回 好像大國手 那些醫生 這些只是功夫 所以我呢 你們不要問我什麼時候 我盡量希望下星期 下星期一定可以給你們 但是因為訂單 四面八方 因為他一個星期 我跟你們說 這個老師傅多少歲 83歲 不是六十幾七十 那你叫他做多少 83歲 你做不到的 為什麼呢 他要求 只要我皮肉有一分限 就不要了 那你在起骨的時候 用什麼呢 這隻鴿軟奶奶 你真是手工菜 你多少錢 講一講下去 來吧 不信心 再講一次 那樣的名字 究竟叫做先學神針 是吧 599 你可能沒吃過 不要緊 我為什麼更要強調 你要買回老媽媽吃呢 因為當年 七三年 我聽到一些人說 那些人如廚師煮飯時代 其實說真的 就叫做食自墮 就吃這些東西 七三年 當然要訂貨 當然要訂貨 怎樣訂 就8481 1079 或者上來給錢 訂貨之後 貨到 通知來拿 我那個星期 我預計 我又怕他太辛苦 但我覺得做熟了 他又會快些 我希望他那個星期 供應到七八十隻給我 我希望 我希望這樣 盡量 其實 我真的利向微中取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撞鬼 有鬼壓在我肩膀上 無論都要說599 其實我應該買799 899 599 知道嗎 是啊